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看见复兴 我们都渴望看见全地的恢复跟转化 而我们也正在经历到神复兴的工作在我们的土地上 然而我们面对着一个挑战 当我们研究过去教会的历史 我们发现没有一个复兴是超过一个世代的 或许可以说就算是有,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在想问题是出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只专注在活动上面 例如说我们在台湾我们会办许多的复兴特会 办很多的步道会 更好一点,我们期待它不只是一个活动 这能够成为一个运动 像是丰收一百这个学生的传福音运动 亲人受洗也是一个复兴的运动 然而不管是活动或是运动 都不一定能够改变教会跟基督徒生活的本质 你会发现很多的时候活动半晚 弟兄姐妹被眺望起来 可是感动还是会退去 复兴运动也是一样 在一段的时间之内是可以带出极大的果效 可是很多的复兴运动却还是停止 没有办法继续的传承下去 今天我要跟大家提出一个 神复兴的工作不断延续 并且荣上加荣的一个秘诀 就是在于我们需要开始专注 不只是活动,不只是运动而已 我们要开始专注在改变整体的文化 这天国的文化包括教会运作的方式 整个五重职分的恢复 就是在改变教会运作的方式 这天国的文化也包括基督徒如何彼此互动 并且如何与这个世界 与我们的社会,与我们的职场 与我们的家人来互动 天国尊重的文化进来的时候 就完全地改变教会的面貌 天国的文化让我们看见透过 one thing to what 我们领受了属天敬拜跟祷告的模式 而且这个天国的文化也讲到 透过先知性步道跟超自然寻宝的装备 在传福音的方式也带来了极大的改变 因为重要的不是一个活动 重要的也不是它成为一个运动而已 重要的是它必须要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每一个领域当中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我们最终就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文化 这是神的策略 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城市 家庭 职场和校园的天国文化工程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为什么我期待每一个人 你能够把明年的2月2号到5号空下来 可以来参加天国文化特会 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 我们真的需要这天国的文化 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以致我们能够将神的国带到这块土地上